王世堅上陳水扁的節目 身為頭號 柯黑的他 還拿出自己柯黑小卡 不過對於柯溫哲要選2024 王世堅說柯溫哲很不可測 尤其他的青年支持度真的很高 另外陳水扁說王世堅 每到選舉就很愛賭誰贏 但幾乎是逢賭必輸 所以才會跳海 高空彈跳跟剃頭 反指標了他 甚至後來不得不反著賭 陳水扁也問到 那2024到底賭誰贏 我們聽一下王世堅怎麼說 要請教你一個 你既然那些愛伯 要賭賭賭賭輸 我們最後我們不要賭一項 2024年代算 你要賭什麼 你要賭什麼 賭革命 賭民進黨 立委 還是要賭什麼 總統 簡單時間夠了 孫順順代表 我簡單 我要賭 賭說 賭成競爛的勝利 不勝利呢 總統是不是又給我收 收這個 這樣我再有機會 再來看總統 當王世堅說要讀 賴清德勝選之後 陳水扁又問 那如果沒贏要做什麼 這回王世堅沒有立刻 誇下海口 而是說再讓他想一下 兩人在節目中也聊到歷任 臺北市長陳水扁直言 覺得未來蔣萬安一定會選總統 王世堅也認同蔣萬安是臺灣派 最後也是最大的對手 很有潛力